新型大奖品上写着感谢的德文 德国总理梅克尔辛华怒放 开心和小朋友搭话 这场选前造势活动充满离情依依的氛围 因为梅克尔即将在德国国会大选后卸任 章权十六年梅克尔将在大选后卸下德国总理职务 但他在选前最后一刻还是得亲自出马拉票 因为他的接班人拉谢特领导的德国基民党 选前最后民调依旧落在第二名 拉谢特已经在选择选择 而且还在努力变成德国的共和党基民党 基民党选行告急只好请出梅克尔来催票 只是部分选民认为梅克尔和拉谢特主导的保守政党 似乎活在上个世纪 即将从台湾周日下午两点开始 预估午夜就会有出口民调 尽管现任财政部长肖子领导的社民党 选前民调保持领先 不过社民党就算选赢 恐怕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 后梅克尔时代的德国 还是得由不同政党结盟联合执政 TVBS新闻中不倒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